現在我們要看到軀幹前側部分的肌肉 首先我們看一下在前胸臂的部分 在前胸臂的淺層有一塊大塊的肌肉 我們把它稱之為Pectoralis Major 胸大肌 胸大肌有三個部分的起端 第一個是在鎖骨端 再來在胸骨端 還有在腹臂端的部分 它會往外側連接到宮骨的前表面 把胸大肌翻開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底下有一塊小的胸小肌 Hectoralis Minor 這塊肌肉會由第二肌到第五肌旗端 然後往外側連接到肩胛骨的繪凸 然後這邊我們前側同時可以看到在比較深層的部分 在肋骨之間的肌肉 在肋骨之間的肌肉我們稱之為肋肩肌 肋肌肌肌有分成外層跟內層 還有最深層的肋肌肌 我們現在這邊可以看得到 從外上往內下這個方向的 叫做外肌肌 External Intercostal Muscle 在內面這個地方 可以看得到走向是從內上往外下的方向 所以我們把它稱之為內肌肌 Internal Intercostal Muscle 那我們現在把它翻到胸臂的外側 在胸臂的外側我們可以看得到從第二肋 延伸到第九肋出發的一塊肌肉 這塊肌肉我們把它稱之為 前鋸臂的前鋸肌 這塊肌肉會往後內側的方向 連接到肩胛骨的內側圓 它會負責影響肩胛骨的運動 接著我們往下看到腹臂前側外側部分的肌肉 在腹臂的前外側這個地方 有三層板狀的肌肉 分別為腹外斜肌、腹內斜肌、還有腹痕肌 首先我們這邊看到這塊肌肉是腹外斜肌 腹外斜肌的走向與外肋肌肌的方向是一致的 這條External Abdominous Oblique 它的方向是從外上方延伸到內下方 然後它在往中間的地方會形成磨狀的極件 然後在另外一側 它是把腹外斜肌挪開 可以看得到腹內斜肌 腹內斜肌的走向是從外下往內上的方向 那同樣在中間的時候會形成磨狀的肌腱 然後在最內側還有一條腹痕肌 然後這三層肌肉往中線連的時候 它會形成磨狀的肌腱包住中間直走的肌肉 這個直走的肌肉我們稱之為腹直肌 Rectus Abdominus 這塊腹直肌會被腹外斜肌 腹內斜肌還有腹墳肌的肌腱包圍起來 形成的腹直肌翹所包圍住 這個腹直肌的肌腹呢 它會中間會有橫軸的腱化 把腹直肌肌腹的部分分成 四對到三對左右的肌腹結構 好當我們把前胸臂與前腹臂翻開之後 我們可以看得到在分隔在胸腔與腹腔的一塊肌肉 這塊肌肉我們把它稱之為Diaphric 橫隔 這塊肌肉呢它是由體壁的周圍起端 往中間連接到它的肌腱 這塊肌肉在放鬆的時候呢是成圓頂狀 當它收縮的時候它會往下方移動 因此可以增加胸腔的體積 達到吸氣的功能 然後在前胸臂跟前腹臂的內面 我們可以看到在胸臂以及腹臂深層的肌肉 在胸臂的部分深層的肌肉這一塊 我們把它叫做胸痕肌 transverse thoracis 然後在腹臂的部分呢 這個深層的橫軸的肌肉 我們把它稱之為transverse opetonymus 稱之為腹痕肌 那往中間連接的這個肌腱的結構 會包在腹直肌的後方 形成後方的腹直肌橋